都在指望内循环旧经济 但现实却是老百姓可能已经拉不动内需了 现在的经济发展正面临严峻挑战 三架马车中过去支撑我们快速发展的出口正在熄火 大量订单流失 大量产业链撤离中国 速度和幅度均十分惊人 另外一架马车投资拉动经济 增长效果正越来越差 靠着财政增加杠杆 搞大基建房地产的发展模式 已经愈发被证明不可行 最直接的证明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背离 一月份广义货币M2新增了7.38万余元 这些钱映出来就是给各地方搞大基建的 但现实确实财政对于继续加杠杆这件事顾虑重重 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提前专项招发行规模 含不到8000亿元 远低于去年同期 同时低于去年同期的还有项目开工的规模 那么财政为什么顾虑重重 大家对借钱搞大基建这件事的顾虑就是财政的顾虑 谁都知道继续下去不行 投资和收益不成正比不说 产生的窟窿以后根本没有办法填 透支未来 后人的智慧都毫不够用了 所以看来看去 中国经济想要增长 唯一能靠的只有消费 在国家层面 这个词更专业的说法就是经济内循环 此时此刻 经济内循环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事关中国经济的发展关键 但现在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不管国家怎么号召 怎么刺激 普通人就是不消费 哪怕告诉大家买房也是消费 放松了房地产市场的管控 大家也不买 更不消费 有点钱就重到银行里边了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不敢消费 究其本质就是普通人手里边没有钱 当前绝大多数的财富都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 具体有多少不好说 有人说是二八分布 80%的财富被20%的人掌握 也有人说是95%的财富 但总之大部分财富都在少数人富人的手里边 相信没有人会对这点有意义 过去几年中国贫富差距正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拉倒 富人也是人 他们就算再怎么铺张浪费 在日常消费品上面也花不了太多 更何况他们还不太愿意在国内消费 更不愿意在普通日常消费品上消费 富人很多钱都在境内外银行里睡大觉 真正需要花钱且能够花钱的是老百姓 可问题是老百姓挣点辛苦钱 要买房 要供孩子上学 要看病 要养老 大家看一看 这么多花钱的地方 哪一笔花销都很要命 真的没有多余的钱消费 现在全社会上下都在等着老百姓消费 来拉动经济增长大盘 其实本质上就是在希望用5%的财富 来撬动大盘增长 这可能吗 甚至有人希望老百姓加杠杆 借钱来消费购房 进而撬动大盘 这就更不可能 老百姓再怎么杠杆 这点资产又能撬动多少财富呢 难道还想让人人负债百万 透支30年为经济续命 但凡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去这么做 因为太过疯狂 这是要把韭菜根都给废了 因此想要扩大内需 推动经济内循环 这件事的本质是 前提是提反普通人的消费能力 必须要改变贫富差距 拉达这一现状 控制富人的财富 提升普通人的财富 更直白点说 建立消费内循环这事 关键就在于怎么提升老百姓的消费能力 这才是当前真正应该研究的事情 中国发展了这么多年 已经是世界第二的经济体 我们其实并不缺钱 关键问题是分配出现的问题 如何让钱到老百姓手里 才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重中之处 同时我们还要提升居民福祉 降低养老 医疗 子女教育压力 或是劳动法保障 提升体制外企业工作稳定性 否则关卡口号呀 给政策提概念都没有用 老百姓真的已经是拉不动内需 对此 您怎么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